哈囉 大家好 我是Dee 今天算是紀錄一下我自己刺青的過程吧 有些觀眾應該有發現我最近身上多了一些刺青 不過今天我要刺的這個部位 應該算得上是我自己目前挑戰難度最高的一個 對 我今天要刺脖子 那現在看到這個畫面是刺青師正在幫我用手繪的方式上底稿 在這個階段裡面會粗略的把整體的架構、距離這些東西都先抓出來 以便等等在刺青的時候就可以直接照這個紋路刺上去 在整體都檢查沒有問題之後就來到了我們的重頭蟹 你可以看到這時候師傅已經戴上了他手術用的手套 然後我的表情也逐漸開始凝重起來 首先迎接我的就是鎖骨這個位置的割線 那我的感覺是還蠻痛的但還沒有到無法忍受程度 畢竟這個位置也算是蠻多人公認就是非常痛的部位 那我在這邊提供一些我表情變化對應的疼痛程度好了 這樣子也方便等等大家在看的時候更有帶入感 像蠻多刺青過的人都說 刺手肘、手背還有手腕這些關節處很痛嘛 那我的感想是 對 這些地方真的很痛 但我當初在刺這些部位的時候 我頂多也就只是皺皺眉頭而已 那你可以看到今天刺的這個部位 我才一開始進入第一階段而已 我就開始皺眉頭了 所以其實蠻不妙的 接著這邊就是開始打霧啦 那你不要看一下時間才過了一分多鐘 實際上我這邊已經刺了大概一個半小時了 放大的話其實可以蠻清楚的看到 打霧的地方一直不斷的在剩血出來 那這邊不是我失血過多死掉 是有一點舒服所以差點睡著 OK 這邊我才剛進入夢鄉不久 就直接把我從伊甸園拉回化分池啦 這應該算是我頭一次刺青的時候露出這種痛苦面具 那我來形容一下這種感覺好了 他這個疼痛的程度就好比你拿一根鐵的針頭 而且是燒紅的針頭 不斷的在你的脖子上面挖洞 就算說這隻酷刑也完全不誇張好不好 但這還不是今天最痛的 那這邊是準備進入下個階段了 然後我正在跟我的刺青師討論說 我還想要加入哪些細節進去 你可以看到我直接把他平板幹過來畫 比較糾結的就是接下來我自己畫的每一筆 等等都會痛在我的肉上 對 再深一點點 有一點類似像正面 可以可以可以 我覺得他這個建廠然後那個分離太 分離度太高了 他這樣算很要求了吧 我覺得好是喔 如果吃的人自己都不要求 那今天是一定很隨便的 真的是這邊已經試過了然後再吃更痛 其實就是因為前面試過啊 他已經是一個淺淺的傷口 因為你在傷口上面又再紮一次 Oh god 所以那種感覺一定是不舒服的 很痛的感覺 對 剛剛的畫面應該就算得上 是我目前試過最痛的一個點 但主要也是因為過程中 其實我不斷的在修改一些細節的部分 所以同一塊已經受傷的皮膚 我又一直反覆的去刺激他 所以我覺得我那塊肉已經到達了 就是耐痛的極限了 那到這邊我已經刺了快 5個多小時啊 接著時間呢 來到了7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看到我這時候的目光已經有點呆滯了 甚至我的嘴唇都已經有點蒼白的傾向了 我這時候真的是用我僅存的一點意志力 在跟這個疼痛感做對抗 還好那天晚上有買一些咖啡跟能量飲料啊 不然我覺得我可能真的往生了 大家不要覺得我在開玩笑喔 真的有人刺青刺到昏厥過去 刺到休克的 所以刺青的時候 最好還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體狀況啊 哇 司機等下看到你一定傻眼 掰掰 OK 現在已經刺青完第二天了吧 然後其實睡不太好 因為在睡夢中一直會被痛醒 因為我只要稍微翻身 我的脖子這邊的傷口就會被拉扯到 然後就會有一種非常緊繃 然後有一種撕裂感 所以其實睡眠品質很差 現在復原狀況我覺得應該還行啦 還沒有完全開始結痂還有脫皮 所以說 我現在還沒有感覺癢 但是 邊緣的地方我覺得已經開始有一點點 輕微的刺痛感了 OK 然後等一下應該先 起來去沖個人水澡 順便敷個藥膏 OK 起床了 喔 操 好 你在阿什麼東西 OK 距離刺青完已經第五天了 那整體的復原狀況我覺得還算不錯 皮已經拖了七八成了 所以我覺得大概在四天到五天就可以完全恢復了吧 那我在這邊做個最後的總結好了 總之我覺得這一次刺青的體驗算是還蠻特殊的 畢竟這個位置 算是蠻少人會去挑戰的 首先因為社會風氣的關係嘛 脖子這個地方應該算是除了臉以外 我認為最難折的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真的太痛了 沒有多少人敢刺好不好 像我在刺手這些地方的時候 我都是一次把它刺完 而且中途我也完全沒有想要分天刺的念頭 可是脖子我在刺的時候 我中間是真的一度想要放棄 想說要不要分兩天來刺 但是後來我還是熬過去 所以這邊順便回答一些觀眾的問題 他們會好奇刺青到底痛不痛 那我覺得刺青痛不痛要取決於你刺的大小 刺的時間長短 還有你刺的位置 一般來說關節處還有伸縮皮的地方都會非常的痛 比如說手肘這個伸縮皮 脖子這種 要頻繁轉動的也算伸縮皮 對還有腰間這邊 都是非常非常痛的部位 那我這次會那麼痛 也是因為我剛好踩到了我剛剛講的這三個點的極端值 不過比較讓我意外的是 我在這幾天的恢復期倒是沒有到很癢 這出乎我的意料 因為我之前在刺手的時候 恢復期我是癢到完全沒辦法做事 甚至是癢到睡不著 這是唯一我覺得不幸中的萬幸 OK那我覺得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等一下要去運動了 因為這幾天刺青的時候 沒辦法去拉扯到皮膚 也沒有辦法流汗 所以我這幾天都沒運動 那我等一下應該要開工了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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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